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 那今天我们学习128课 称义的第九讲 唯借信心称义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十七章 一共有十五节 这节课呢我们的这个带着疑问的比较多 第一个就是我们留意这一讲主要处理的核心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第二天主教不主张单借信心 还借行为称义的根据是什么 然后第三呢为何无法获得律法的义 第四信徒善行的根基是什么 第五信徒的善行完全吗 第六双重恩典也就是是什么 然后第七雅各为何强调行为称义 第八保罗说不是听律法 而是行律法称义的意图是什么 意义意思是什么 最后圣洁生活信徒今生追求的目标 直到什么什么 那我们看到这一章开始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首先简单的回顾了15章到16章的这样的核心内容 他就提出了对摧毁和削弱 借着信心称义之交易的这样的错误的危害性和错误的理论 他针对了这样的做出了回应 也就是说他批判这些错误的否定 单单因信称义的这样的错误的理论 那说到主张行为无法使人称义 不是说行为或者说善行不必要 也不是说善行不是善的 只是说我们不可依赖或夸耀善行 在救恩或者称义上 或者把救恩归于善行 也就是说我们靠着善行得救 我们唯一确信的和夸口 唯一的救恩的谋 是拥有神子基督 我们拥有道成肉身的基督 然后并且我们在基督里面 注意确信和夸口唯一救恩的这个谋 救恩的谋 拥有拥有 注意这个词拥有基督 而且在基督里 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和天国的后子 我们蒙招不是由于我们配得 我们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资历 上帝看我们够格 所以给我们不是配得 所以不是赏赐 而是出于神的恩赐 完全出于神的怜悯 神的爱 神的恩赐 招我们得 想这个永远永辅的盼望 这是他先做了这个总结 其实谈到音信称义 这里面已经包含了 不是在乎行为 不是在乎功劳 乃是在乎我们拥有基督 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 被神接纳 成为他的后子 承受天国的产业 我们被招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资质 我们不配 乃是出于完全出于神的恩赐 招我们享受这永辅的盼望 然后他主要处理了 不是否定善行 也不是说善行 他本身的这个善的性质 而是说在称义这件事情上 在得救的事情上 没有给善行留任何的位置 完全凭着基督 借着信心 信靠基督 我们有份于基督 所以基督里面 我们成什么被赦罪 被称义 被成为神的儿子 承受产业 所以这里面根本没有我们的功劳可言 然后紧接着他进一步反驳 对此教义的攻击 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什么 欧西安德 罗马天主教 一些大体上 总纲上已经谈到了一些细节的错误 但是在关于称义的事情上 加入牧师觉得有必要更进一步的去说明 为什么天主教他们批判我们 唯独借着信心称义呢 他们所谈到的称义到底是什么 他们主张的根基是什么 根据什么 他们援引 也就是引用主给予遵守律法者的应许 然后这些应许已经无效 他们总之呢 就是说他们根据一些 上帝在律法当中的应许 比如说这个生命纪七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你们果然听从 如果真的听从这个典章 遵行 谨守遵行耶和华神 必照着他向你们列祖所启示的 施慈爱 必爱你们 赐福你们 使你们认受 也就是说你们真的去遵守顺从的话 这就是行为嘛 对不对 如果真这样的话 上帝就守约施慈爱给你们 必爱你们 赐福你们 赐福等等 也就是说这我们一看好像真的有条件嘛 对不对 你做到这个就有这个嘛 所以他们根据这个推论说 如果不在乎行为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应许定然是无效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上帝说谎了嘛 分明是荒谬的啊 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继续推论 说我们诚意不单是借着信 还要加上行为啊 包括这个耶利米书七 七章五支七节也说到 改正你们的行为的话 在你们临时行为啊 不欺压孤儿寡妇 不流人的血 不随从什么陷害自己等等等等 这不都讲行为嘛 我就是这条件嘛 你们仍然在我所应许你这个地方居住 对不对 古诗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远 那好像真的是这样啊 有行为 神就如何 又是行为啊 然后他们根据这个律法里面 分明应许了 上帝的应许不能废去 上帝既然应许 你这样做 我就那样恩待你 分明这种恩待是包含着一种报偿啊 所以他就根据这个推理推论 说我们不仅仅是借着信 诚意 还要加上行为啊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今天呢 我们看到加尔文牧师就处理 罗马天主教 他们主张 人诚意 不单单借着信心 也就是说他们否认 唯独信心诚意啊 唯独借着信心诚意 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他们承认借着信心诚意 但是不是单单借着信心诚意啊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要加上那个圣化的果子 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的果子 这个 虽然不是我们的 但是如 等等 所以就借着这个 不单单借着信啊 所以 他们有这样的理论 但是他们理论的根据是什么 他们根据是什么 加尔文牧师在这一节 这一章里面 他就一一的去批判 他们所谓的根据啊 批判他们所谓的根据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我们看 他们的主张的基础 到底合不合乎圣经 另一方面 然后重新确立 唯独借着信心这样的教义 是符合圣经上帝的教导啊 所以这里面提出了六个 就针对这个罗马天主教 他们所主张的这些 圣经根据啊 这些 为什么他们反对 单凭信心 称义 然后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六个论证 然后加尔文牧师就一一的去批判他们 反驳他们 这样的同时 一方面我们了解天主教 他们错在哪 第二 也知道他们在哪方面错误解经 第三呢 我们也从另一方面 也除去我们自身的困惑 让我们更加坚定知道圣经真正教导的教义 教理是什么 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律法的应许 天主教他们主张 反对唯独 借着信心称义的其中一个原因 也就是律法的应许 他们刚才我们读了那两节经文 类似这样的经文很多 他们说如果 如果这个祝福已经变得无效 或者 称义 就不是单单品质信心 他这是一种论证方法 既然上帝说你如果如果这样 那么我就这样这样这样带你 神允许了那个祝福 允许祝福的时候带有好像是条件顺从 那但是 要么这个话 祝福已经无效了 但很明显就你等于是否定了这个话语 神的话的应许废去了 对不对 那很明显这个是不成立的 没有人会废去说神的话废去了 但是他说要么这样就这样 要么你就废除了这个 当然不能废了 要么就是这个信心 不是单单借着信心 诚意不是单单的 所以当这个祝福成立的时候 就他说你看 针对我这种行为 上帝所以才赐福吗 所以这个实际上 就是肯定了行为的重要性 同时引申出来 他们推论出称义 也不是单单凭着信心 所以他们就是根据律法里面 这样的应许来支持他们 不单单借着信心称义 这样的论调 那加尔文对此反驳是 如果我们依靠律法 将丧失一切的福分 上帝是应许了这个福分 但如果我们依靠律法 换句话说 靠着对律法顺从的这种行为 就要失去这些福分 为什么呢 就要成就圣经当中 所宣告的一切 犯法者应受的咒诅 为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无法完全顺从律法 无法顺从就是受咒诅 因为神对不顺从的人的 唯一的结局就是上帝 咒诅一切犯法者 违背律法者的报应 就是咒诅他们 所以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福分 加尔文牧师就做出这样的推定 上帝应许 律法的应许 律法的应许 那些完全顺从的人 祝福他们 律法应许是给完全顺从的人 你若行着这一些 我就赐福给你 这个顺从是要求完全顺从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完全顺从律法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 符合上帝完全的标准的 真的可以诚意 但是问题是 你要靠行为诚意的话 必须要求完全符合上帝 要求那个标准 无论是动机目的 还是这个程度 还是持续性一生 那问题是没有一个人 完全一生当中 完全遵守律法 对不对 所以那个应许就落空了 反而不但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应许 全人类都被定罪 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遵守律法 都被定罪 定罪的结果就是 承受这个神愤怒的咒诅和愤怒 所以靠律法行义是成立不成立的 唯有借着信心 认识神在基督里面的怜悯 才能获得脱离律法的自由 上帝赐过我们律法了 我们不尽律法的本分 我们就被定罪 被宣布为死 被宣布咒诅 神愤怒的对象 但是这个义务又没有办法去摆脱 在律法之下只能被他定罪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唯有借着信心 相信上帝在基督里面 所彰显出的怜悯 或者说在应许当中的那个怜悯 或者说在基督里向我们显出的怜悯 因为不在基督里 我们只是赤裸裸的罪人 没有基督的血的遮盖 没有在基督里 我们就是暴露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罪人 结果只有一个死 审判 愤怒 咒诅 对不对 所以如果认识在基督里上帝的那个怜悯 我们投靠他 仰赖他 我们就得以脱离律法的定罪 加尔文牧师说 因此呢 律法提供一切应许都归于虚空 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律法本身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遵守 所以上帝应许的都落空了 虽然我们能跳三米就给你 但是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 不加征任何物理的帮助 外力的帮助 我们自己可以起跳三米的 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 我们根本够不着三米 因此这个应许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不可能得着的 除非上帝出于他的良善 用辅印注意哈 辅印来帮助我们 因为行为 行权律法是这个应许是必要的条件 律法的应许是对获得这个应许 只有是要求完全的顺从 这是必须的 而这条件永远达不到 那主赐给我们的帮助 不是将一部分称义给我们来 借着行为来获得它 一部分借着信心 一部分借着这个行为来获得的 并且出于他的宽容来补偿我们一部分 不是我们一部分 然后上帝一部分 罗马天主教就是讲这个 主赐给我们基督是因为义 这个义啊 上帝在上帝面前获得义的身份 获得义的地位 被上帝视为义 单单是在基督自己里面成就的 唯有投奔基督 信靠基督 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够获得基督的义 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 我们应当承认 若我们凭行为配得领受的话 那么神的恩宠在律法中应许了我们 但是实际上人的行为却不配领受这个恩宠 即便我们靠着行为 去要领受神的恩宠 神应许了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全实际的遵守守权律法 所以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领受这个恩宠 当律法的应许被福音白白 所以在律法里面 这个路子是不通的 人没有办法靠行律法 守律法 律法的义来到神的面前被称 所以在律法里面 那个应许我们是永远够不到 满足不了的 因此这个律法应许的那个义呢 靠着我们自己无法达到的那个义呢 在福音里却借着白白的赦罪 应许我们白白的赦罪 我们够不到不及格被神奋住定罪的这个罪 在基督在福音里面却应许我们白白的获得赦罪 被这个所取代 我们实际顺从 去而代之是白白的赦罪的这个应许 我们借着信心相信这个应许 就可以获得赦罪 其结果不仅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个人本身被上帝接纳 这叫称义 我这个人被称为义 我被算为义人 被看为义人 我实际有罪 但是因着基督的血 基督的义的缘故 基督的义算在我头上的缘故 所以我在上帝眼中 上帝透过基督看我为罪人 算我为罪人 接纳我为无罪的人 他的恩宠也显明在我们的行为上 不仅我们这个人被他接纳 算为无罪 甚至我们的生活行为 也被算为罪 这个叫双重的恩典 注意双重的恩典 上帝称我们这个人为义 上帝也称我们的行为为义 算我们人为义 也算我们的行为为义 接纳我这个人 也接纳我的不完全的生活行为 不仅主喜悦我们的行 不仅主喜悦我们的行为 也因他将遵行律法 才有的福分赏赐给我们 他怨纳我这个人 他也接纳我这个不完全的人 怨纳了我这个不完全的人 因为基督的缘故 怨纳我这个不完全的行为 因为基督的缘故 不仅如此 还赏赐我那个不完全的行为 恩上加恩 赦免我们的罪 接纳我们人 然后又接纳我们的行为 不仅接纳我们行为 还要赏赐我们这个不完全的行为 当然上帝并没有违背他的公义 他是透过基督赏赐 在基督里看我们为完全的人 然后视我们不完全的行为为完全的 所以他赏赐 因此这个不是我们上一节课 我们也谈到了 这不是功劳的概念 不是那种公平的交换 上帝看我们的行为 即便我们行为上达到了百分之百顺从律法 那也是本分 也不值得什么称赞 上帝称赞认可一个行为 不是因为行为本身 乃是因为他悦纳 所以上帝在基督里悦纳我们 就不完全的 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生活 被神悦纳 甚至恩上加仰还赏赐我们行为 那信徒的行为蒙奖赏 确实是神在律法中赏赐给那些 遵行义圣洁生活的应许 律法当中的应许 但是这个赏赐总留在那些行为 总要留意 我们要总要留意 行为蒙恩宠的原因 这个行为为什么蒙神悦纳蒙恩呢 其原因有三 第一 神 就是我们这些信徒 行为蒙奖赏 上帝对信徒的行为的赏赐 我刚才也谈到了 那这些赏赐本来是在律法当中 完全过公义的时候 完全圣洁的生活的人才能得的 但上帝却赏赐给这些信徒 这个人们也不完全 然后这个行为也不完全 为什么要赏赐呢 原因有三 他转眼不看我们这些仆人的行为 为什么 我们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当 比起配受称赞 更多的是应该是受羞辱的 因为不完全吧 在基督里接纳了我这个仆人的行为 使我们单单借着信心与他和好 而且无需行为的帮助 单单的 不需要附加行为的 相细单单的信靠基督 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被赦罪 被称义 被怨纳 我们这个行为才被上帝怨纳 第二 神不按行为自身的价值判断 因为 乃是因为他父亲般的这个父亲的恩赐和宽容 给予我们这些行为一定程度的价值 注意 不是因为行为本身的价值 第一 我们之前刚才也说了 行为本身不完全 第二 即便行为完全了也是本分 我是无用的朋友 我所做的 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赏赐的概念 但是上帝因为他父亲般 他自己作为父 他的慈爱和宽容 他对我们这种行为 起予一定程度的价值 赋予一定的价值 不是因为行为本上 上帝看为宝贵 上帝赋予他一定程度的价值 然后第三 他赦免这些行为 为什么 这些行为不完全 不计算其中的不完全 他不追究我们的不完全 虽然行为已被这些不完全玷污 任何 一个 我们说这个真言书里面 那个再美的膏油 因着一个死苍蝇也会发臭 再美的行为 因着一点瑕疵 他也是一个不完全的嘛 犯了一条 就等于犯了重条 任何瑕疵在神的眼中 都不能满足完美的 那个意义的标准 所以都要被定罪 所以我们的行为不完全 不能视为美德 反而还要视为恶行 因为神是完全的 按照他的标准 达不到完全 其实就是罪 罪在奥古斯丁定义 善的缺失 你说我99.9%的纯金 哇够厉害了 你99%的善 那他就不是善 在神的眼中不及格 因为有0.1的瑕疵 这个就是恶 所以整个这个行为 就不能在神的面前蒙愿了 所以圣徒的行为蒙愿 有三方面 在基督里 然后上帝因着他自己的恩赐和宽容 不与那个行为一定 第三就是上帝赦免 很重要赦免 不计较我们那个不完全 第二天主教主张 人不单借着信心称义的第二个论据 就是尼戈流的例证 使徒新传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里面说到 神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谓的 戈尼流邀请彼得去 彼得就勉勉强强的被圣灵指教了之后去了 带着疑惑 为什么这样呢 去了一看 开口就讲 一讲的时候 他就说原来就圣灵降临下来了 他发现他说原来不只是犹太人 各国求告主的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所以注意 他们就根据这个悦纳 上帝悦纳了他们的行为 所以祝福他们 这不就是又跟前面有点类似吗 他们就据此推论 如果人因着正直的行为 谋神的恩宠悦纳 然后那么得救 就不完全是白白的赏赐 这帮人就认准了那个道 就所有的经文就往那顶上拐 不完全白白的赏赐 这个白白是我家的 因为他们得救不完全是神的赏赐 赏赐就根本跟我们的行为功劳没关系 是礼物吗 赐予的吗 施予的吗 不完全是 也就不完全白白的 你还得加上你的行为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嘉尔文对他说 除非我们明白神悦纳人的两个方面 否则我们不可能协调这样的经文 一方面看到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另一方面好像又强调我们的行为 悦纳我们的行为 那怎么办呢 除非我们明白神悦纳人的两个方面 第一 我们要铭记人是悲惨的 第二 要明白重生者的行为 为什么 第一 人是悲惨的 人没有什么可以善 人是陷在罪里 完全是上帝的敌人 拜偶像 罗马书一章里也谈到了 明明知道神 却故意不认神 顽梗悖逆 上帝就认凭他们 所以他们是愤怒的对象 是罪人 是悲定罪的 是悲惨的 他们记忆 那种本性当中 故意逃避神 明明知道是神 却不拜他 却拜偶像 这种悲逆 这种故意敌打神 远离神 不是因为不知道神的存在 而是知道而故意 这种悲惨 是因为里面 不只是被咒诅 遭神离弃 而且我们里面 这种情感上 这种本性上 就不是主动寻找神的 这种存在 完全现在罪里面 现在恶里面 现在这种罪的奴隶当中 人的心思 情感 一直都被罪控制 人没有办法主动信耶稣 反而是主动逃离神 那么这是悲惨 第二 信主的人 重生的人 他们的行为也一样 刚才我们也谈了 不完全 是吧 仍然是有瑕疵的 上帝悦纳我们这个人 也悦纳了我们的 不完全的行为 不是说上帝 降低了他的标准 是因为基督主人 在基督里 所以神接纳人 领受恩宠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他知道 若任凭人自己 那么人就彻底的失丧 人是刚才某 全然败坏的 心智上 心思上 意志上 情感上 都是逃避神的 任凭自己的话 就人就彻底的失丧 没有人找主动寻求神 因为他的旨意 不是弃绝人 所以他为了彰显自己的怜悯 来搭救他们 这样 神这样接纳人 并没有看人的义 就是不是因为看到 取决于我们的义行 好 善行 而是单单彰显他 对悲惨的人 这种无能的 无力的 败坏的人的一种恩慈 所以一方面说到人 彻底的败坏 另一方面说到神的恩慈 愿意向这样无助的人 彰显他的怜悯 不愿意弃绝 他灭亡 并 人完全不配得这个怜悯 那我们之所以 蒙这样的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里面 有什么潜质 值得上帝 怜悯的那个价值 完全出于神自己 神自己 愿意施恩给我们 所以 明白了这两点 就是人完全的败坏和悲惨 然后上帝完全的怜悯 不基于我们的怜悯 慈悲 所以才悦纳我们 这个人和我们的行为 透过基督 所以这里面没有给我们 任何留下功劳的余地 神接纳人受恶 然后悦纳唯一的含义 这个悦纳的唯一含义 神悦纳并喜悦神的儿女 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 看到自己面容的痕迹 这个可以理解成形象 上帝之所以悦纳他们 因为经过重生的人 是在我们里面 神的形象的恢复 这个重生 跟我们今天的理解不一样 这个是更新 更新 上帝更新改变我们 渐渐地恢复我们 使用神的形象 在我们身上恢复起来 所以上帝看见我们里面 渐渐恢复的那个形象 来悦纳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功劳 然后神宣告他对我们行义的人的 这个施恩词连绵的那些经文 我们应当在此意义上理解 就是我们是这样败坏的 玷污的 即便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塑造了 这个公义圣洁之后 我们仍然是有肉体的嘛 肉体里面仍然残留着败坏 在今世活着的时候 仍然会有败坏等等 所以上帝的垂帘 他的爱在基督里面 而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 接纳我们 也就是说上帝悦纳我们 不是取决我们自身 在乎我们的行为 善行等等 完全是在乎基督 在基督里 我们与基督的义有份 基督的义遮盖我们 上帝透过基督 接纳了我们 所以就谈到了什么呢 这个哥尼流啊 他们在各地行义的求告主的人 实际上是上帝已经施恩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求告主 让他们能够行义 他们之所以能够行义 甚至是他们被神接纳的结果 然后附加说明了 律法中应许和福音中的应许 在律法当中应许是指那些 不是指那些 介于摩西五经当中所有的应许 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有许多 是福音性的应许 而这里指的律法的应许 是指律法启示的那个应许 你如果如何如何 我就如何如何 这种借着顺从 然后要祝福的这样的应许 不是像 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等等 像《亚伯拉罕》《创世纪》 《创世纪》也属于 这个就有五经嘛 对不对 五经也是属于律法书嘛 《亚伯拉罕》十二章 《创世纪》十二章 十三章十五章 十七章 十五章十七章 都应许上帝 应许亚伯拉罕 然后特别二十二章 应许他这个后裔得福 什么大国后裔土地等等 那这个应许就不是 基于亚伯拉罕的 这个顺从的行为 完全是基于上帝的怜悯 应许他 所以我们看到 律法当中启示的那些要求 你要如何如何 这样我就如何如何 他们这个应许 承受应许的 基本都是要求我们 完全遵守这个命令 作为条件的 你要想得到这些 应许的内容 必须完全的遵守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 当圣经说 向他爱他 守戒命的人守约 神 向那些爱他 守他戒命的人守约 好像你爱他 守他戒命 他才向你守约 那在这里重点是指出 这些真诚守约人的品格 注意哈 这里面是强调的是 这些守约的人 爱神的人 守约的人的品格 而不是指主赐福给他们的原因 上帝赐福给那些 他们拥有这样品格的人 重点不是说 因为他们这样 所以上帝赐福给他们 大家能搞清楚吧 上帝赐福他们 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内面 上帝乐意赐恩给那些 这样的人 但是不是因为他们这样 所以上帝赐福他 所以这个不是讲赐福的原因 乃是讲这些人的品格 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目的 是让我们爱他 敬畏他 敬拜他 像经上所说的 神怜悯一切 怜悯人 一切的这个应许的目的 是让我们敬拜侍奉 那应许的创始者 应许的福气 赐予应许成就的 应许的也是那一位 所以神怜悯一切 应许的目的是 怜悯神怜悯人的 这样的一切的 应许的目的 神应许给我们 其实就是怜悯我们 应许给我们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我们敬拜侍奉他 就是这位 应许我们的这位神 神的儿女 有永远遵行的这个本分 遵行敬拜侍奉他的本分 使我们尊敬父 因为他是父 我们就应该尊敬他 因为他是主 我们就应该敬畏他 必须一直努力成为 神呼召我们的 这个意图成就 上帝呼召我们 去敬拜他 侍奉他 我们礼当 竭力的努力 去与我们这个 蒙了这个恩招的 这个恩典 相称的生活 我们努力顺从 不是因为我们要努力 赚得天国 恐怕做不好 就下地狱了 我们努力顺从是 让我们的行事 和我们已经蒙的 侍奉他 尊他为大 爱他 敬拜他 侍奉他的这个恩典 一致 相称的生活 所以以夫所书里面 一章到三章 讲了很多这个 救恩的道理 四章里面 他说 为主被求的 劝你们行事为人 与蒙招的相称 现在劝你们行事 但是这个行事 是与你们已经蒙的恩招 上帝给你们的恩典 和呼召相称 罗马书也一样 十二章一节 所以前面讲了 这个救恩的问题 后面讲说 所以你们应该 这样侍奉 是应该的 所以前面是恩典 后面是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是基于 这样的恩典 所以我们既然蒙了 这样恩兜 这样行事是应该的 并不是为了什么 赚取这个恩典 赚取这个诚意的地位 而是因为 与呼召的意图相称 神连免我们成全 连免的成全 并不以信徒的行为为条件 上帝成就他 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并不是以我们 行为为条件 神向那些正直的行为 与自己所蒙的恩招相称的人 成全他救恩的应许 唯独那些在蒙圣灵指引 而行善的人身上 他认出他儿女的真特魁 什么意思 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生活 另一方面的这样的生活 证明我们是蒙圣灵引导 蒙圣灵改变引导 我们真的是蒙恩的人 真是神儿女的一些记号 真就是真流露出你的悔改的果子 证明你是真悔改 流露出这个好的行为 证明你是好处或者是得救的人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定这个关系 那第三个论据 罗马天主教的第三个论据 称义 这个称善行为义的经文 圣经当中有一些称善行为义的这样的经文 并且宣告人借着这些善行得以诚意 举例说 神明记六章二十五节 我们若照耶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还有就是神明记二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他们他若是穷人 你不可留他的档头过夜 这就在耶华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然后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节到三十节 那是菲尼哈起来刑罚恶人 瘟义才止息 这那就算为他的义哈 那加尔文就评价到说 我们欣然 我欣然承认 完全遵守律法是义哈 完全遵守律法 就是义哈 遵行任何训诫 几部分的义 完整的义包含着各个部分哈 但是我们否认 这种完全的义曾经存在过 为什么 加尔文否认历史上 曾经存在这种完全的义 为什么 除了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之外 所有我们天然人所生的 就没有一个人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 守全律法 靠着守律法 靠着自己的行为 在神的面前称义得救的 所以他没有看见完全的义 上帝要求完全的义 遵行律法就是义 但是问题没有一个人 真的实际的活出这种义哈 除了基督以外 因此我们弃绝律法的义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 守全律法获得义哈 不是因为他本身残缺不全 不是因为律法的义本身权 有问题 而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无能 我们肉体的软弱无能 无法达到那个完全的义哈 律法的要求 无处 因此在这种软弱的人里面 所有这样的人里面 无处可寻这样的义哈 所以我们就是个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活出律法的要求 信主前一号 信主后一号 当然这个我们要加上补充 前面加入牧师说 不是说善行不重要 也不需要追求善行 而说注意不要在称义的里面 救恩的里面 加上善行 意思说作为救恩的条件 或者说救恩完全在乎我们的善行 这个就不对 他反对的不是善行本身 不是反对我们顺从律法当中 上帝教导的那个永恒的旨意 而是说不要靠着这种行为得救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行为自身的价值来评价来看的话 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我们之前也说了 在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可夸口 你即便达了一百分的行为 那也不过是本分 没什么可夸的 应该做的 然后再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借着这样的行为 可以帮助我们 在得救的事上帮助我们 我们唯有单单的借着信价 称义 那这里面他说到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 罪人被接纳进入基督的香蕉当中 然后因此呢 因他的缘故与神和好 既被基督的血捷径 就蒙赦罪 然后批带基督的义 仿佛自己的义一样 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好像就成为我们的义 虽然这个义是基督的义 但就成为我们的义 使我们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为什么 上帝借着基督 阅拿了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视我们为义人 不是我们为罪人 所以我们 面与审判台的时候 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可以坦然地无惧 设罪 然后随之而来的是善行 那我们的善行当中 一切的不完全 都已经被基督完全遮盖了 刚才我说了 双重端点 我们这个人被上帝接纳 是为义 我们这个人的行为 生活也被上帝接纳为义 都是在基督里被接纳 上帝不是黑白颠倒 麻木地称罪为义 称义为罪 不是这样 是因着基督的缘故 信徒的善行就被视为义 阿玛的善行就归算为义 被归算为义 我们自己不义 但是基督的义算在我们头上 基督的义披带在我们身上 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上帝就在基督里 视我们为无罪的人 因为已经被赦免了 然后被接纳了 成为义人 所以除非借着信心称义的教育 一直保持完好无损 否则行为的污秽就必然显露 为什么 我们一旦拒绝因信称义 我们就没有义可言 我们不凭着信心接受 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义 我们就没有义可言 我们没有完全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暴露在这种污秽的罪的面 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完全显露 没有这个牲畜的血 没有寄生的血 没有基督的血遮盖 所以我们必须借着信心诚意 自己不仅没有义 归给我们的行为的义 也超乎他应得的 在基督里 我们不完全的行为 也算为义 那这个义甚至是赏赐 这个赏赐完全是这个行为不配的 包括他所应该的 这种不完全的行为 应该就是被定罪 被咒诅才是 但是在基督里这种也被接纳了 然后甚至还赏赐 正如 OK 这个已经说过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哪怕是信徒的生活当中的善行 我们靠着圣灵结出好的果子 靠着圣灵顺从神的话 去什么爱人如己 去饶恕仇敌 去施舍行善 去遵行神的旨意 这种善本身也是没有什么可夸的 他们的生活的圣洁 是在竭力追求 不是已经达到了义的本身 圣徒的生活本身也没达到百分之百 合乎神律法的要求 因此那个行为本身也没有达到神义的标准 所以他们是在努力追求完全 并不是说已经达到完全了 他们所拥有的任何程度的义 都必须借着因性称义 在称义的里面 正因为因性称义 信徒的义才算为义 信徒的义 就是我们个人的所谓的义行 才算为义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人才被接纳 不然的话 我们暴露在神的面前 这个不完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被称为义 甚至被定罪 被咒诅 所以连圣徒的圣洁的生活 他也是在因性称义的里面 借着称义 之前我们也谈过 不只是刚告白 转回转归向基督的时候 我们一次性的在神的面前被赦免 被称为义 我们在持续的生活当中 一生当中 因为常常软弱 跌倒犯罪 不断的需要在称义的里面 不断的要被神称义 持续的在称义的果效里面去生活 哪怕我们过得再圣洁 我们仍然需要基督的义遮盖我们 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见光就死的这样的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完全 上帝按照他完全的标准 定我们罪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站里得住 所以时时刻刻在基督的宝血 在基督的义袍之下 我们才被神视为义 那第四呢 我们来看雅各的行为称义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雅各在主张记行为称义吗 罗马天主教 他们根据雅各书21章24节 2章21节24节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岂不因行为称义吗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单因着性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圣经根据 不单因着性 乃是因着行为 加尔文牧师就说 难道保罗和雅各互相争辩吗 他俩互相矛盾吗 圣经的一致性 在这里面加尔文牧师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很重要的一个信念 就是圣经的一致性 圣经无论是新约 还是最后的一卷启示录 主后90年左右写的 还是最早的公元前1400-1500年前写的 这个创世纪 他们俩之间跨度1500年以后 1600年以后 1500年以后 他俩的神学思想也不存在着冲突 为什么 就不用说 在新约时代 同样活在一世纪的人 雅各也是 雅各 这里面的雅各是主的弟兄雅各 雅各是肉体的弟兄雅各 然后保罗也是活在一世纪的人 他俩都是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么他俩的思想会不会冲突呢 不可能 为什么 加尔文牧师就说 他俩都是基督的仆人 基督的仆人之间 基督的仆人 奉基督差遣 蒙基督出招 还上帝的道的人 他俩之间能冲突吗 当然 我们要注意 今天的传道人之间 所谓的基督的仆人会出现冲突 为什么 我们理解圣经 领受圣经不是在圣灵的特别的护理下 确保我们的解经是完全无误的 但是雅各和保罗不同 他俩是上帝拣选 作为传递神话语的赐下启示 写圣经的人 所以他俩有特别圣灵的护理 所以跟今天的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的性质不一样 我们会犯错 他们在写圣经的事情上不会犯错 虽然他们也曾经犯过错 保罗因着马可的缘故跟巴拿巴之间有一段不和睦的事情 虽然后来也悔改了 说明他是软弱的人 但是写圣经有特别特殊的上帝的灵的护理 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末世 所以他俩都是基督的朋友 他俩之间不存在矛盾 再有就是他俩同被一个灵所感 同被圣灵一个圣灵所支配 所主管所差遣去讲神的话 同样还是跟我们今天不一样 我们虽然作为牧师传道人 弟兄姐妹靠着圣灵去传道 但是有的是我们解经讲错话的时候很多 但是讲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能说圣灵感动我说错话 圣灵感动我讲一些异端的道理 这个就是亵渎神 把我们自己的无知有限错误都归在圣灵头上 让圣灵甩锅给圣灵 这个不对 所以在圣经作者身上的圣灵的做工 和今天有一些性质上不同 确保他们写圣经无误 但是我们今天尽可能顺从圣灵引导 即便如此 也不存在这种漠视的这种性质上的无误 所以时刻要保持谦卑 传道人也好 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好 因为我们里面还存在着 总之什么意思 他俩都是被圣灵引导 被圣灵使用 写圣经的基督的仆人 所以这不可能存在矛盾 甚至加尔牧师说 难道圣灵和自己有矛盾吗 圣经是圣灵 圣灵是圣经的终极作者 所以同一位作者感动两个人写圣经 他不可能存在矛盾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圣经内在不存在矛盾 虽然我们常常困惑保罗所讲的 不在乎行为 雅各讲的不单在乎信 还在乎行为 之间总觉得有些矛盾 类似这样的经文很多 对不对 一方面讲到完全在乎神的主权 另一方面 你若不如何如何 你就断不能进神的国 那到底是我的责任 还是神的主权呢 都是 所以有些是我们无法推去的责任 虽然我们无能 但是我有责任信 但是虽然我无能信不 我不能信 但是不等于说我不应该信 没有责任信 那我不能信 不等于说我不应该信 当我信了以后我才明白 原来我之所以能信 因为是神使恩给我 让我不能信的人 应该信 却不能信的人 得以相信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不敢骄傲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圣经很多看似矛盾的 圣灵不会自想矛盾 今天人可能会 这个所谓的双重人格 什么神经质 或者说这个不诚实 今天说的话 明天就否了 或者说一个人在 他的发展过程当中 在十岁说的话 和二十岁说的话 可能十岁说的错误 二十岁认识到错误 纠正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但是圣灵不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肯定不是矛盾 那么到底他们各自强调的什么呢 雅各的意图什么呢 注意哈 雅各为什么说 借着行为称义呢 雅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 我在强调哈 因为这是答案 雅各真正的意图什么呢 他说非称义的 他所强调不单单借着信心 而也在乎行为 或者说借着行为称义 他所强调的不是称义的方式 我称义真的靠着行为 他乃是强调的是称义的果效 你真正称义吗 你要有行为 什么意思呢 在雅各时代呢 出现了可能是一种现象 就是他们空有得救的确据 我信 我知道信耶稣就得永生 不信耶稣下地狱 我信一信称义 我信三位体 我信十字架福音 我信上帝爱我等等 都知道道理都对 但是他们没有内心当中真实的信心 所以他们行为上 也没有表现出顺从的生活 所以雅各说 收起你们这种虚假的信心 除非你们借着你们真实 出于活泼信心的顺从来证明 你们的信心是真的 就好比你证明你是活着的 你呼口呼吸一下 你出来走两步 你说两句话 证明你是活着的 不然的话 你躺在那里不呼吸 没有体温 没有心跳 没有什么脑电波 在人看来 你就是个尸体 你不能成为活人 活人一定要有行为 没有灵魂的尸体 没有灵魂的人就是尸体 有灵魂的人才是活人 所以你要是真正 拥有真实得救的信心 你借着你的行为证明出来 魔鬼也信 但是他是只是知道这个神的知识 但是他没有这种真的活出 照着他所知道的活出来 所以他那个信是死的 所以这种信心连魔鬼都有 但是他最终还是下地狱 对不对 恐惧战警 你也有这样的信心吗 你不用骄傲 魔鬼也有 所以你要真的想得救 必须表现出你真实的信像 雅各处理的不是如何称义 而是说你真正称义的人 你要表现出你称义的样式来 借着你的行为和生活 针对的是有那种活在虚假的确信里面 那种假信心里面的信徒 他指出你们要有相应的生活 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 所以你不要只是说因信称义 不单是因着行为 信心也是因为行为 你看亚伯拉罕 他的信也不是只是嘴上说说 上帝呼召他离开迦勒地 无二的时候他不知就出来了吗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就顺从 这种顺从的行为 岂不就是称义吗 因着行为称义吗 现以撒也是 所以他的强调的重点 不是用信心打 用行为打信心 也不是说靠行为称义 而说真实的信心 一定要借着行为表现出来 那保罗的意图却不一样 保罗当时针对的对象 是犹太主义 律法主义 犹太人他们借着律法来称义 借着格力来称义 试图用自己的行为 甚至觉得我们有律法 就是优越 我们就是神的百姓 我们有律法 有先祖亚伯拉罕等等 我们就是不用悔改 也可以被神悦纳的百姓 所以他们有这种 得天独厚的这种 自义自负的 骄傲的资本 然后他们觉得 我们从小就受割礼 你看我献祭 守安息日等等 不是靠着拥有律法夸口 也不是靠着行为律法夸口 乃是单单的接着信 反应血气的 没有一个凭着律法 凭着自己的行为得救的 所以就激他们 让他们谦卑骄傲 除去他们虚妄的自义 让他们认识到 在律法面前 实际上律法是控告我们 定我们罪的 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 在律法面前 反而显出我们的罪 让他们圈在罪里好 投奔基督 单单信靠基督 得以诚意 是不是 所以保罗处理的是 那种骄傲 自义的行为主义 犹太主义 律法主义 雅各处理的是 那些表面有信心 实际上没有真实的信心 这种虚假的信心 自义的人 所以告诉他们 你们要表现出来 你们的真实的 借着你们的顺从的行为 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 所以他俩不是矛盾 是不矛盾的 那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 他们的家如牧师提出了 第五个论据 就是保罗的行为称义 保罗也讲行为称义 大家可懵圈了 保罗又讲不在乎行为称义 怎么又讲行为称义呢 罗马书二章十三节说 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称义 为义 乃是行律法称义 这里面再次告诉大家一个读经的原理 不要单独把这个经文和后面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凡学期的没有什么靠行律法的二十三节等等 他俩直接抠出来对立 你要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 他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你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你在对比另一节经文 他上下文 他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个话 这个话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你在比较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俩不是矛盾 比如说这句话 难道保罗真的是在告诉我们 靠行律法称义吗 当然不是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 犹太人他们成人理的时候 他们背诵律法拖拉 摩西五经都倒背如流 用希伯来语 我们羡慕的不得了 我们希伯来语修几分 修不明白 在神学院毕业几年 可能基本上除了几个字母认识之外 拼读以外 大部分都还给教授了 希伯来人他们12岁 假如成人理的时候等等 他必须得背 背了他才能 作为一个必要条件 才能作为成人来承认他 不只是生理上承认 他们从小就懂律法 不能说懂律法 他们从小就熟悉律法的经文本身 倒背如流 他们拥有律法 结果他们就以为 他们就是被诚意了 所以保罗说 你不要以为你听了律法 熟悉律法 背律法 你就因此而诚意 你得顺从律法 律法真正的意义 不是去在于听 以色列你们要听 这个听不是 广让我们竖着耳朵听而已 听的目的是顺从 所以意思就为当中 以色列你们要听 听耶和华的话 不只说我听耶和华的话 我要放MP3 我去听 不是这个意思 听从 你们要听我的话 孩子让你听我的话 不只是耳膜 听着父母说什么 产生震动而已 而是要经过大脑思考 心灵认可 存着敬畏的心 尊敬的心 去照着父母的教导 去生活 这叫听话 是不是 这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所以不是这个听 而是顺从的听 所以保罗想 你们不能只是说 你们听了律法 背律法 行这个拥有律法 就以为义 重要的律法是顺从 顺从个看看 真顺从律法的 你就发现 你根本没有办法 完全顺从律法 如果你真的懂 律法的经义的话 你就无法顺从 所以你发现 律法最后定我们罪 让我们知罪 最后发现自己绝望 没有办法 靠着行律法成义 只能投奔 在律法之外 在福音里面 允许的基督 仰望神的灵敏 我这个罪人 求你赦免我 基督 仰望基督的救赎 所以这里面处理的是 律法是用来顺从的 不是只是听听读读 背背而已 那个本身什么用也没有 虽然它是为了顺从律法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但是不顺从的话 白扯 没有用 所以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真正得以称义 是重要的是顺从 不是广 是听读背背而已 这个意思 不是讲真的 我靠着行律法 在神的面前称义 是为了反对 他们是满足 我手里抓着律法 我胳膊上绑着 额图上系着 家里贴着 然后脖子上挂个十字架 我就成为圣徒了 不是 实际的去活在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 它不是支持行为成义 是指批判他们错误的 对待律法的处理方法 所以加上我们牧师说 这个使徒的目的是 抑制犹太人那种荒谬的自己 我们拥有律法 熟悉律法 听律法 他们说 唯有他们才拥有律法的知识 我们从小背嘛 对不对 虽然他们是当时最 虽然他们是当时 最轻慢律法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以为 自己最懂律法 实际上他们最轻慢律法 对不对 律法里面所应许的 那位弥赛亚基督来的时候 竟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照着律法 真正的经义去教导的时候 他们以为 他们耶稣在废除律法 反律法 所以他们实际上 最轻慢律法的 律法的总纲是基督 结果基督来了 他们都把他钉在十字架 最反律法的 根据上下文保罗的意思 已经够明显了 我刚才也谈到了 那这个我已经讲过 就越过去 不存在戒指律法成义 保罗的真正的意图 大家知道就好了 他们假装等等 OK 然后呢 我们看到第六个论据 也就是这个 这一节课的最后一个论据 信徒对自己行为的确训 为什么呢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经文 有话求你按我的公义 按我心中的纯重判断我 我们学习诗篇欺骗的时候也说到 这个不是说他们真的 那种自意啊 觉得自己真的在神的面前行为 完全啊 耶娃求你听闻我的公义 好像自己真的很公义 你来检查我吧 你看看我多义 好像给人那种义下 你检查我的心 检查我 熬脸我这好像是 真的不认识自己一样 真的经得起神的检查吗 上帝的那个日头一照我们的话 我们内心深处的隐藏的那些恶 都会显出来 那诗人难道真的这么自意 真的这么自信吗 好像他们对自己的行为 和自己的光景很确信的样子啊 等等 这个后面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读了 那加入牧师就解释 这是特殊情况 有两种啊 他们并不想求神审判自己的一生 并不是真的上帝 你来判断办断 检查检查我的一生 我的一生何等的完美无瑕 而是根据一生的进程 去赦免罪或定罪 上帝不是根据整个 而是一生的那个进程 不断的每个阶段 他们全部的盼望是按照具体情况做决定 甚至在这里 他们宣告的义 也不是按照神的完全来判断 只是与恶人和亵渎人做比较 恶人期待我的时候 上帝啊 你知道我的清洁 这个不是说以上帝是完全圣洁的律法 上帝的标准来看我是清洁 而是说恶人这样恶待我的确是不公平 我没有得罪他们 他们就无缘无故以我为仇等等 以恶人的恶对比来说 我是无辜的 我是清洁的 我是公义的 你看我如此敬虔爱主 我突然接近我的手 是为什么这么说 是对比恶人对我的做法 所以大家要理解 不是针对自己的一生完全无查识 来说求你来检查我 而是某个历史阶段 这个时间我是无辜的 然后再也就是根据恶人的行为对比 相比恶人 我是敬畏你的 我是敬虔的 我是守戒心轻的 我是敬畏神的 爱神的等等 这样来比较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 我们并不否认 加尔牧师说 信徒存全 尽管不完全 他们的圣洁 圣徒的圣洁的生活并不完全 却仍然是走向永生的一步 在这个阶段 虽然他的行为不完全 但是他仍然向着永生进行 向着完全去进步去成长 岂不是主 岂不是主并没有按照功劳 鉴查那些蒙他 接纳进入恩典之约的人的行为吗 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行为 按照我们的功劳来鉴查我们 来接纳我们进入他的恩典之约 对不对 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如果根据我们的行为 我们只有一个结局 定罪 遭受愤怒 被神审判 但是他却怜悯我们 在基督里应许信的人 就罪得赦免 基督的义归在他们身上 有份于永生 所以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 他厚恩去包容我们 用他的厚恩 这一切不是都是基于基督 上帝的厚恩来包容 接纳我们 不是根据我们的完全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 主张了这六个方面来主张 他们认为 人称义不单是接着信 还要接着行为 为什么 第一条律法里面这样 第二条怎么样 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六条 根据这样错误的解经 他们误解了经文 然后他们主张自己 不单单是凭着信心 还要加上行为 所以我们用奥古斯丁的话 来总结 所有近前人都应当热烈盼望 达到这个目标 既在神的面前无瑕疵 所以你们要完全 向你们的父完全 这是真正敬畏神 神的儿女 要竭力追求的目标 完全无瑕疵 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目标 但是在今生 至多不过是朝向 完全前进而已 除非我们丢弃 完全丢弃 我们罪恶的身体 有一天我们这个 罪恶的身体 完全被脱去的时候 也就是说复活的时候 被更新的时候 我们才能达到完全预祝联合 不然的话 在地上 我们这个所有的努力 都不完全 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完全 而是要完全 但是你要知道 即便我们再努力 也达不到完全 这个不是给我们泄气 所以你不要完全了 你努力追求完全 这是所有真心耶稣的人 心中所切勿的 也是神 儿女愿意讨神喜悦 或者说知道恩典的人 愿意在神的面前 竭力追求 过他喜悦生活的 也知道神拯救我们 真正救恩的目的是 要完全恢复我们 神的行星样式的人 不懈努力 即便是跌倒了 其次要爬起来 靠着主的恩典爬起来 即便是再软弱 也是迫切地仰赖 主的恩典前行的 即便有很多软弱 失败仍然不灰心 求主的怜悯和宝血遮盖 继续仰着脸 仰望神的怜悯 依靠神的能力前行的 这样的圣徒 不断地去追求的 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 虽然不完全 虽然软弱 常常跌倒 迷茫彷徨 但仍然向着完全的 所以一方面有缺心 另一方面有谦卑 否则永远达不到 那个完全 在今世 说句实话 没有办法达到完全 除非基督再临的时候 应许我们的复活 那个时候彻底地将 我们败坏的身体更新了 我们才完全脱离 这个取死的身体 才能够与主完全地联合 才不会犯罪 才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所以即便那个时候 靠着主的能力达到完全 在地上 上帝应许我们 吩咐我们 也要竭力地去 向着完全去追求 不要懈怠 退后 所以奥古斯丁进阶着说 当我们说圣徒的德行 完全时 这个完全包括 我们的谦卑诚实地 我们谦卑诚实地承认 我们的不完全 看似矛盾 却不矛盾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已经被视为完全了 已经被称为义了 被视为义 就是完美的 像基督那样完美的义 为什么 基督的义算在我们头上了 虽然我们不完全 基督的义算在我们 虽然我们不义 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 虽然我们有罪 但是基督的赦罪和义 好 算在我们头上了 所以一方面我们承认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 得以完全了 不是按照我们实际情况 已经完全 而是按照我们 在上帝的眼中 和新的身份和地位 已经完全了 但是 同时我们也谦卑诚实地承认 我们仍然不安全 我们里面有很多败坏 不成熟 仍然需要不断地 向着完全去追求的 所以要谦卑诚实地 既有确信 因为基督为我们赚得了 这个完全的地位和身份 在神的面前 已经我们这个人被称义了 我们的行为也被称义了 甚至上帝还赏赐我们 那个被称义的行为 不完全的行为 有这样的确信了 所以魔鬼控告不了我们 任何被造物也不能使我们 与基督代格局控告我们 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 常常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要谦卑承认 我们是不安全的 所以不能自满和骄傲 要竭力地追求 完全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回顾 这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今天带留我们 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 罗马天主教 他攻击正统信仰 说到人得以称义 在神的面前称义 不单是靠着信心 还要加上行为 他们之所以这么主张 是因为他们存着自己的偏见 扭曲了很多的经文 错误解经 带来这种错误的教导 主感谢你带来我们 一方面明白天主教的错误 他们的攻击 是不合理的 不合乎圣经的 另一方面 让我们看到 这种错误解经 带来这么后果的严重 误解救恩的道理 以至于现在一端 求主保守我们 能够正确理解圣经 然后正确理解圣经 并且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 晓得在神的面前 一生竭力追求完全 一方面 信靠基督的义 不仅我们这个人 而且我们的生活 也被神称为义 让我们也能够 极力地追求完全 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 让我们晓得 福音的这种深和广的时候 让我们更加仰赖 神的信实 仰赖神的应许 仰赖基督 仰赖上帝的怜悯 更存着谦卑的心 感恩的心 欢喜快乐地去 侍奉我们的主 愿主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在晚上休息的时间 我们疲惫的身心灵 让主的恩典 使我们重新得力 让我们更好地 面对心地的生活和挑战 求主兼顾 纪念那些身体和心灵软弱的肢体 求主亲自看顾牧养 使我们在主的里面重新得力 愿主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在 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